心靈的養生来自于宁静 身体的养生来自于简朴 每天简单一点快乐一点 你已经走在身心养生之道 欢迎收听雨色新养生 生命是不能重来 当痛苦 烦恼无法解决时 不压抑 不放弃 让关心你的人知道你此刻的心情 陪你走出阴霾 重新回到阳光 珍爱生命 希望无限 全国制造文字中心 关心您 生命是不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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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李风铭 今天非常高兴能上这个节目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会灵山的一些研究 以及我在这几年来 对灵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后非常开心 可以与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 谢谢 灵修是一条奇异中 却带着充满人性的修行的旅程 当你选择以灵修方式 来走过这一生的时候 你也走进了一片 光怪陆里的世界当中 该怎么做才能够避免 迷失在灵修当中呢 就是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宇舍跟今天的来宾 要跟美惠的听众朋友 来分享的议题 那在节目当中 宇舍在为美惠的听众朋友 邀请到的是 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的 李风铭李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个灵修呢 他到底是什么 那么许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很清楚的知道 诶宇舍的背景 就是跑灵山嘛 我已经跑灵山这么多年了 那么也出版了 许许多多关于灵修的书 那么今天在这一集当中 诶宇舍跟这位的博士 又会参加出什么样的火花 那么又会问出什么样 你所不知道 或许也是我所不知道 一些灵修议题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感到 非常的好奇跟期待 李博士你好 好 你好 宇舍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很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不是很了解 李博士 李老师的背景 那么在我们这个 走过学术界的这个 后辈来说的话呢 李老师的这个背景 对我们来讲 像山一样的高 因为你研究的这个 灵修的主题呢 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就是 雄厚吗 就是非常的那个厚实 所以呢我们要来聊这个灵修呢 老实讲我也非常的期待 就是到底呢 那个李老师呢 会跟我们聊出什么的一个议题 那么在聊这个跑灵三之前 我想要先跟李老师谈一谈 许多人会研究某一个主题呢 一定跟他的背景 有一点点的关系 那么李老师 你当时是抱着什么一个心态 或者是你有什么的背景 怎么会来接触这个跑灵三的议题呢 其实当初接触这个议题呢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状态 其实在学术研究 就应该鱼瑟也知道说 嗯 要选一个主题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鱼瑟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好 就是 诶 是怎样一个机缘 好像 研究每一个主题都跟自己的生命 其实是有关联的 那没有错 因为我本身 我家也是 跟那些民间的公庙神坛有些关系的 所以呢 自己呢 在接触这方面的时候呢 也呢 特别的容易呢 想要去多了解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文化 跟自己的信仰 有这方面的一个需要 所以呢 在一个糊里糊涂之下 其实我早期也不知道什么是惠灵山 然后也一不小心呢 在我研究的这些公庙神坛里面 有很多呢 其实都是惠灵山 我才第一次听过惠灵山这个名词 或者甚至呢 在呢 我们一般所说的灵机 这些通灵者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后来呢 我觉得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这个呢 信仰的一个基本的现象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机缘之下呢 接触了呢 我的第一个研究 其实呢 也是我一直都在研究 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研究的一个呢 主题就是惠灵山 哦 所以 许多的听众朋友 还是不是很清楚 因为 因为我们是走学术出来的嘛 所以呢 对于李博士的背景 我们有点了解 我记得你的第一 就是在研究硕士论文的时候呢 你的论文 只有写的题目就是 淡水天原宫 它好像是 许多人都忘记说 其实它是灵修界最开始最开始一个地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一般人都知道它是一个赏樱花 很漂亮的 但是 很少人会 去可能会看到庙宇 然后 好多神明哦 然后 或是有人在那边静坐 或是有人在那边呢 启灵 然后灵洞 但是 很少人会想要 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仰 只会觉得它跟我们一般的庙宇 好像 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它 有一个 跟明天现象 其实非常不同的一个现象 在那进行着 而且它的仪式呢 其实在六日其实是最热闹的 可是我 就我的印象当中 我去过台北的淡水天原宫 他们这个地方 跟一般的那个灵修的庙宇不太一样 他是禁止灵修人在里面灵洞 他允许你打住 但是你不可以灵洞 这个怎么好像跟我印象当中呢 跑灵山 印象中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他会禁止能不能在里面灵洞呢 因为他怕打扰到有些人想要在里面静坐 那其实你一般灵洞 你可以在庙宇的外围的广场上面 那个是OK的 对因为有些人的需求 他需要的是在那边静坐嘛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 他能够比较 应该是说他可以比较宁静 不受打扰的 所以在庙方 其实早期呢 他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去区分 可是后期啊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游客 另外一方面是呢 打坐的人 需要在那边静坐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呢 那庙宇呢 才能在这样的方式底下呢 去呢告诉大家说 啊要有一个 至少在一个空间上一个区隔 这样才不会互相的干扰到 嗯哼 在台湾许多的灵山庙宇当中哦 真正会规范出打坐这个空间的 就我认识当中好像就台北的淡水天原宫 那还有台南的那个玉皇宫 就是有座门给你打坐 那台 呃宇然的山清道祖庙也有 那其他的地方 几乎都比较不会去照顾到这个打坐 那么淡水天原宫 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一个背景 他认为说 哎其实打坐跟灵修 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啊 哦 因为其实 这个呢 要去谈到一些呢 惠灵山里面一些 比较内部的一些修行的路线跟阀门的问题 一方面呢 这里面有牵涉到说 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的灵要需要呢 起来活动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 曾经呢 在我们生命本源里面很 很根本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刚开始呢被起灵了之后 他需要醒过来 他需要透过身体的 肢体的 语言的 还有各种呢 神情动作 声音的表达 所以他的动作会比较大 这很像就是你刚开始 刚开始呢 开辆车 然后你总是很想每一个东西都动一动 试试看 看呢 这油门才会怎么样 或是这个挡怎么打 对 就是在这种状态底下呢 人会开始去 需要去大量的动 然后呢 透过这个动呢 来展现了自己内在的那种需求的部分 那到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慢慢呢 就会成为呢 一个静态的部分 他会成为 比较需要从内在去挖掘 去静静的去感受自己的生命的 这个本源的来源 然后呢去追 做一趟呢 生命的一种呢 追寻 其实这也是源自呢 清静经 道教的清静经 也有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做呢 动者静之极 其实呢一般人都以为 静才是动的本源 可是呢 那在呢 古老的道教经典里面呢 其实呢 就有说过 动才是呢 静的一个基础 透过移动 透过呢 身体 透过呢 你的语言声音 然后呢 你才能够呢 进入到一个呢 更深沉呢 更呢 安静寧静的部分 嗯 我之前有 其实呢 我有研究过那个 李博士你的论文哦 那其实也看很久 所以今天可以访问你哦 这是原来我这辈子的梦想哦 那今天 你的论文当中呢 有一篇哦 就是我记得那个 淡水天原宫 以很早很早期的创办呢 黄阿宽呢 曾经有讲过 就是他认为说呢 现在的人呢 如果继续灵动呢 诶 这个对他的精神哦 会有一些障碍哦 而且是会 呃 不是那么的好哦 那就 你的观点是 为什么黄阿宽 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是不是在鼓励我们说 其实呢 灵秀到最后还是要走 静态的修行 是比较安全的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哦 其实呃 因为 哦前辈 其实我们都会叫他黄校长 黄校长啊 对 因为他是这方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 所以呢 他所他的经验 以及他的呢 过往历程呢 是很值得借进的 那当然他也没有这么绝懒的去二分啊 只是说 在这个灵动的过程里面 他需要透过非常大的一种体力的一个运作 那有些人呢 他呢 在他生命的历程 他可能要 呃 年纪非常大了 或是四五十岁之后 在体力上呢 有时候会比较无法胜任 对 那呢 如果可以从这个静态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在这个呢 所谓的修修持或修炼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动态静态都可以互相的做一个辅助 他其实是可以互相辅助的 那当然了 呃 黄校长他有他 非常的个人的一种经历 他当然会呢 去了解一下呢 大部分呢 呃 民众或是信众 他或是呢 这些起邻者 他们的一个需求 而且有些年纪很大 他才刚开始 他的身体呢 并不是很方便 那如果可以透过一个比较静态的方式切入呢 他的生命的一个核心的话 其实呢 对这些呢 灵修者呢 他不会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身体上呢 呃 的活动力下降而感到呢 好像有一些气馁哦 其实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了 了解 哦 其实有他自己基本上的一个用意所在 哦 原来啊 原来呢 黄阿宽的黄校长哦 这个老前辈呢 他并不是说 诶 阻止能不能来走灵修 也不是阻止能不能来的灵动哦 其实呢 他有很多的考量哦 我觉得他的考量一定是比较圆满哦 毕竟他 呃 切入的点跟他的时间 就是他休息的时间非常的长 他非常了解每一个人 每一个灵修人 他的身体的架构跟他的体质哦 听起来真的很精彩哦 我相信呢 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迫不及在想继续听 语射怎么来跟李博士呢 来聊聊 到底灵修还有什么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呢 回来再好好的来跟李博士呢 谈一谈哦 这一集的节目 灵修背后还有哪些 我们没有说完的故事呢 再次揭开灵修的世界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语射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语射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 需要每位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 大家来推广 女色电话是 0975-256-579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李峰铭 今天非常高兴呢 上这个节目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惠灵山的一些呢 研究 以及呢 我在这几年来呢 对惠灵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后呢 非常开心可以呢 给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 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世纪文化的编辑 高玉婷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本 我们近期的新书 它的书名叫做 我们话语 启动宇宙最惊人的共证能量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思想跟语言 都对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利用正确的话语跟正确的信念 可以帮助我们心灵得到一定的疗愈 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快乐 那这本书 已经出版了 如果有兴趣的 欢迎大家到各大的实体书店 或网络书店 可以购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呢 于是在空中 为大家所邀访到的是 不能够称之为叫灵修前辈 但是呢 他对我们这个 专门在研究灵修的 这个 不管是博士或硕士而言 他算是真的就是一个前辈 那今天呢 就是要跟他来谈一谈 就是 揭开灵修世界的奥妙 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呢 李老师跟我们谈了很多 就是淡水天原宫 还有一些灵修的一些事情 诶 大家觉得 诶 开始心痒痒的 但是他到底会长出什么样的东西呢 诶 我也开始感觉到有点迫不及待了 那 李老师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 一定 诶 很多听众可能不是很清楚说 诶 确实原来 研究 它有分 像我自己走人文研究的 那 你知道吗 人文研究就是不用去面对外面的世界 那还有一种什么 仔细研究啦 还有田野调查 那 李老师你当时是选择田野调查 就是深入到民间 跟这些所谓的灵机前辈啊 灵修 做第一线的接触 那 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个最困难的田野调查 来当成是你研究的方法呢 呃 其实这个本身也是我一个 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训练 然后 我 我其实是比较想接触到人 因为其实 惠丁山是一个没有经典的宗教 他虽然有一些所谓的灵文 或是呢 像呢 符卵所写出来的这些文字 但是呢 我觉得 重点我要知道 这个人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灵动 或是他会奇迹 他会写这些灵文啊 或是说这些灵语啊 那这些灵语或是灵文 其实重要的是那个创作者本身 就是那个启灵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呃 我很想要了解 他们所 站的一些位置 或是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那因此我就 采用了这个田野调查的方式 而且这个是 完全的跟他们互动 然后呢 跟他们呢 相处之后 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慢慢累积呢 我对他们的了解 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了解的过程啊 所以 其实田野调查的一个路路线 当然呢 在学术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因为等于你是要进入到那个 庙宇的现场 而且是他们什么时候有在班师啊 或是他们有在灵动 或是他们要去惠灵山啊 你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去惠灵山 对 然后当然会像很像郊游啊 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 去台湾到处看看啊 因为有些地方 我们根本不 平常是不会去的 但是有些庙在一些比较深山里面 然后需要拔山射水 因为有些呢 涉及要渡那些海神啊 河神啊 我就想说 那我们何不就去看看呢 所以 田野调查 其实他有他很迷人的地方 但是他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你不太知道你今天去 欸 现场真的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是是 对 所以总是有一些期待的 对 其实我们当时在做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一些前辈跟老师的身上呢 略知说 其实呢 田野调查 会做田野调查的人呢 就是口袋的要深一点喔 才能够做田野调查 所以当时我没有选择田野调查 就是我们知道说做植性研究呢 你要很多的那个母术嘛 很多很多的个案呢 你才能做所谓的植性研究 那田野调查呢 因为是跑第一线喔 所以呢 你看那些车资啊 花费啊 甚至还要跟人家搬弄喔 其实那钱花的确实是比较多 那其实很多人其实不是很清楚喔 就是真的要看研究喔 真的想了解一件事情喔 真的要找这些田野调查 这些老前辈们 不然前辈们喔 他们真的是花很多的心思喔 那么 李老师你当时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 在这个灵秀部分 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一种困难的地方啊 哦 当然是有啦 就是 第一个当然 嗯 这也要讲到 十年前刚开始 接触慧宁山的时候 毕竟才 才没有几岁 才二十几岁而已 就是硬不把你的身 那个年纪透露出来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才二十几岁喔 我非常非常的有活力喔 就觉得说 诶 嗯 不知道那个什么 什么是慧宁山 然后也搞不太清楚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去灵动 对 其实刚开始会觉得 哦 怎么这些四五十岁 甚至五六十岁的 阿公阿嬤 对我来说 那时候是阿公阿嬤 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行为啊 或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仪式吗 这个可以算是一种 宗教嘛 那种我们本身研究宗教 就会觉得好奇 那当然这个踩进去的时候 就忽然发现说 啊 其实这里面有一大片很大的一个 领域是我 我我连我自己也都不知道的 而且这却活生生的 在台湾的一个 整个文化的一个呢 最基底的部分 这个很重要 因为 没有这个文化 就没有那个信仰的一个产生 所以当踏入的时候 其实是会恐惧的 而且你不知道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要做哪些事情 或是不可以做哪些事情 比如说他们起零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他也会跟你跟你对谈 那其实我那时候 我刚踏入的时候 我是没有被起零的 我是搞不太清楚 其实我会害怕 我会想说 神明就站在我的面前 跟我讲话的样子 那我是要很 很那个严肃的跟他互动呢 还是 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其实没有人教我 可是 这个部分就变成 要很自发性的去 了解那个现场的一个 整个整个运作过程 那有时候 要抛开很多自己既往对于 信仰的想像 或宗教的想像 那他丢掉 其实 自己也都会很害怕说 那我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有时候会进入 越到后期 我就跟他们互动 你会越来越进入那个 整个灵动的一个现场 你自己掩护完会灵动起来 然后他也会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灵 你的灵 你的本源 你的原理 或是呢 你的一些什么神 神力正在展现 那其实我们是不懂的 我会觉得说 自己是不是着魔了 好可怕喔 我怎么会做出这些动作 而且有时候是在我没有意识的状态底下 我就进入了那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那些比较危险的部分 或是感觉比较害怕的 这个是一个做田野第一线的人 他必须要去克服的部分 对因此我觉得你说他有一些 比较难以去碰触的或是什么 我觉得大概在于自己的内心 因为想要去探索那个位置的部分 李老师你当时从旁观者 那无意间呢 进入到这个灵修的这个氛围当中 你就是这个这个灵界点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拉扯 因为就是像我当时 我自己在写论文的时候 也很拉扯说 我到底是研究者呢 还是我就是被研究者啊 因为我自己在写灵修嘛 所以呢我自己 预设这个角色 他也是一个研究者 那你自己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本来就是一个旁观者 一个研究者 突然你会灵动了 就是你突然被 就是你也是他们的一部分 应该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那你知道吗 你就变成是你就是被研究者 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很挣扎 刚开始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 是会害怕的 这一定会 因为毕竟我们 我们都自认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而且在学术的教导底下 你会知道说 你不可以太认同他们 你应该客观中立 你应该呢保持一个距离 可是我后来发现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踏入一个人的内心的 他很难很难只是这么单纯的跟一个我们的研究者 而且这好生硬喔 就变成他好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去分类了 那当我们去分类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真的进入他的世界呢 所以其实这一点我自己在研究过程里面也很挣扎 而且曾经也很受挫 因为就是觉得说 我到底要不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 而且这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而且他又是这么的神秘位置 而且充满了一种力量的过程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不然试试看 结果我没有想到一踏入之后 然后比如说他们需要闭关 我也去闭关 然后他们需要呢灵动起灵透过仪式 然后呢变成了好像就是所谓的弟子 你要受他们的一些传承的时候 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非常的多 那这些东西因为它不是文字可以去 它也没有文献 它需要就是你 你就是一个文献的一个制造者 其实这就是田野调查很重要的部分 你要去写像田野笔记或是民族誌 你要写得很完整 让大家知道说 哦这个信仰它的过程是怎么样 这就是属于人类学在对没有文字的民族 然后他们尝试用他们自己 很像他是一个记者 他必须要去研究了解 然后呢把整个呢过程的介绍的 非常的完整给大家认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后来我才突然发现 哎这很重要 这跟我的训练是相关的 我要进入他们 不然我不进入他们的话 有些传承他会觉得你永远是外人啊 你并没有进来我的石门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 对不对 那总是要表现出诚意嘛 你今天来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问他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用问的 对用问的好像还隔了一层 那你必须要就是参与了 成为他们的一员 对他们共同的一起呢 去呢经历这些呢 力量的一些呢 运作过程 那你才会感受到 原来他们所说的不是假的 而是真的有某一种力量在运作 只是他用的语言是宗教的 是很神话的语言在说 那这个就是我们研究者 所要继续处理的部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一同心的编辑王一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书是 《灵性奇悟》 那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呢 在于作者他不仅仅是一位 灵修的导师 他同时也具有心理学的背景 他也担了心理疑似多年 透过他多年的观察跟经验呢 他跟我们分享的说 灵修过程中蛮常见的一个行为 就是灵性逃避 这种灵性逃避的行为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 作者就在本书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 要如何去觉察这样的行为 然后面对这种行为之外呢 我们要学习与这样的行为共处 对于一中心的书籍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 网址是 www.onecenter.com 各位拼动大家好 我是李峰铭 今天非常高兴能上这个节目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惠灵山的一些研究 以及我呢 我在这几年来呢 对惠灵山的一些基本的了解 然后呢 非常开心可以呢 给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 谢谢 李老师 就我们的认知当中 研究的方向有可大可小 那有时候为了让题目更为深入 那你一定会锁定在几个范围里面 那么就我知道李老师 你的研究的范围非常非常广 你从最早期的三峡二皇 开始研究起 那到甚至到 到慈慧堂的那个部分 你有接触过 那甚至后期 这些很多的灵机的前辈 当然已经到第三代了 就是黄阿宽如果算第二代 黄校长如果算第二代 其实你也接触过的第三代 那甚至比较后期 那 你这么多重的身份当中 你每个都融入 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 你不是我这个门派 你是那个门派 你的师徒 你的师门来自于那个地方 不是我们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困扰 有时候会有 就是如果在一个门派之间的 一个分别 或是传承上面 他是会有一种分野的 他会想说 你是哪边来的 而且受谁的电话 他们也会这样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会上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灵的累世 是跟很多人有关系的 那那个部分是 你要自己去追寻 去了解的 那 可能今天你遇到 这一个 这一个的 起灵者 他告诉你些什么 他可能只是一个过客 他教了你一些东西 这很像我们在学校里面 学习 当一个学生的时候 你有你的主修 你也有选修可乘 所以有很多的老师 有些只是坚韧的老师 他偶尔来教你一些 他在这方面专精的部分 那有些是你主要的老师 他可以指导你更多更深的 那就是他跟你的因缘 是非常深的 那你要从这个过程里面去跟他的 完结这个师徒 或是这种灵与灵之间的一种 灵脉之间的一个连结跟串承 这个是 慧玲珊很重要的部分 那你的灵 因为你累计很多事嘛 所以你一定会跟很多不同的人 接触 因为这些人都跟你呢 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这里面呢 慧玲珊 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 他可以从 这一个 这个麒麟师 或是这一个呢 灵机的手上 又换到另外一个灵机 然后或是这条麦 他接那条麦 然后或是他的麦 他都会形成自己的麦 他自己的灵麦的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 最主要还是要从他自己内 自己这个人为主 他去创发他自己的一些呢 灵修的一些路线 这个其实是非常客制化的 他没有那么的像一般传统的宗教 那个教派是很明确的 然后有一定的那个戒律啊 或是他们门派的规则 其实不一定 那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完全适合 这一条 这一个灵麦 这条路线 那他可能就一直在这个团体里面 去呢修持 这在慧玲珊里面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 而且是很多 嗯哼 在现在的跑灵商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遇到一个 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想的一种现象 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公庙 那这个公庙说我的主神是谁 我的灵麦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么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之后呢 他有不同的说法 那你在这边呢 可能你又不适应了 你又必须要转校 或转班 到别的地方去 那别的老师呢 他又 就是又讲了不一样的说法 那请问一下 那对一个灵修人 包括你自己研究的 应该有就是 你这么年轻嘛 就是研究了 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哎你觉得 该用什么样的角度 来看待这样这个问题呢 哦 因为刚开始呢 这很像我们在 呃 了解一样东西的时候 或是像你去 呃 菜市场 你要买 买食物的时候 你刚 你当初呢 哎你可能想说 哦我今天要买蔬菜 或者买鸡肉 可是你不知道哪一摊的 比较好 那你就会去试试看 买买看 那到最后 你会要 藉由这些尝试 虽然每一摊都说 哦我的 我的鸡肉是最好的 哦我的蔬菜是最 最健康的 最有机的 哦没有农药 或是自然农法 对 每每一个林脉也是都这样 他会告诉你 哎 你跟我这边的来源是怎么样 然后呢我的 可以提供你什么 然后你现在有什么需求 哦 这个很重要你要回到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当你知道你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哎你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呢 你也不需要一直在这个团体里面 因为他可以带给你可能是 某一个阶段你所需要的 就像人的成长阶段 有时候呢是需要的一些呢 人来指导我们的 可是到某一个阶段呢 你自己好像我们长大 我们需要成家立业 你也要自己有主张 所以惠灵山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 你要慢慢的成为你自己 而不是一直一直在那个外在 外在的这些的公庙 他会提供你一些意见 当然你也可能会受骗 这一定会有的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哦 因为你不懂 所以呢你看就像 你去买个鸡肉 哎 结果我这只鸡呢 是有打抗生素 他一直跟你说 我没有 然后他多好吃 多少吃 哎等你吃了之后 你回来不然发现啊 有那些不好的感觉啊 什么样 哎这个时候你就要回来 回来你自己 问你自己 因为最终是你要 回到你自己的内在那个部分 然后去让自己的生命更完整 所以它是一个追寻的过程 惠灵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呢 不断的呢去追寻 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呢 需要 然后呢从这个需要里面呢 去完整自己 那这才是一个惠灵山很重要的部分 那当然你在这个过程会跌跌撞撞的 因为 我们不了解这个 这个灵的世界 或是这些呢 宗教的世界 他所要谈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呢 多是几次 你总会知道 那有些人就会想说 那我怎么每次都遇到不好呢 那你可以先 先让自己呢 安静一阵子 对 或是找到比较专业 像雨色这样子 非常专业的人 可以做一些呢 去沟通了解 然后呢 再给你呢 一些呢 新的一些指引 或是回来很安静的问问自己 真的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要点 因为惠灵山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自己生命的成长 完整自己的一个部分 对 这样听起来哦 我想要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就是 其实灵修这个部分 虽然它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就是多元化 但是其实还是不理一个最最务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认识了你自己多少 你到底在追求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好像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不断不断的去省思 不断去省思 重点不在于是别人给你什么样的答案 重点是你到底在追求是什么 我相信呢 这个时候应该要进个广告呢 让大家沉淀一下 再细细的去评问一下 刚才李老师他告诉我们 他这十多年来的经验 他告诉你说 其实这么多人 告诉你的这些话语 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答案 重点是你听了这么多 不管是主修 选修 甚至旁听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到底听到哪些东西 才是真正你想要的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听个广告之后呢 回来再继续跟李老师好好谈一谈 这个 再一次的揭开灵修世界的奥妙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佛光山创办的南华大学生死学系 系主任 廖俊宇老师 生死学系自立于活出生命的尊严 与死亡的尊严 从生老病死都在关心的范围之中 因此有生死学系諮商组 可以考心理测验员等 生死学系射工组 可以考射工师 生死学系殡葬组 可以考礼仪师 佛光山创办南华大学 是为公益的目的 因此采国立大学收费 也提供多项奖学金 来帮助同学圆梦 好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呢你所听到的节目呢 是雨色星养生 在这集当中呢 我们聊的主题呢 是再次的揭开灵修的世界 在空中呢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 邀访到的是灵修 专门在研究灵修的前辈 李峰敏李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谈谈 灵修还有他自己 做填吊的这个过程喔 那么刚才聊了很多 就是关于灵修这个部分 我相信呢 许多的听众朋友 已经慢慢的对这个灵修 有一点点的架构跟了解喔 那么我想要问一下李老师喔 在你跑这个填吊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有一个问题 一定不断不断的去回答别人 也不断的去省思这个问题喔 到底什么叫做灵修 那灵修到底要该怎么来定义呢 和李老师 哦灵修 这个定义呢 其实呢 在一般大家都认为 好像是有一个灵 好然后 他跟你呢 他好像是一个本源 那你需要跟这个灵接触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要对灵修 做一个呢 比较呢 简单的 下个定义好了 我觉得呢 他就是呢 尝试去了解呢 那个你所不知道的自己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不知道 所以你才需要去找寻 那个你所不知道的答案 这就是一个灵修很重要的过程 他不是要去成为什么 而是你要去找到 你本来就是的那个部分 你就是的那个部分 而你遗忘了 因为遗忘了 所以呢 你才需要去把那个部分找回来呢 来看待自己 而原来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些能力 或潜能 所以灵修三呢 有时候在这种灵修起灵呢 他很像呢 在一种呢 做潜能开发 因为他让你看到你不知道的自己 而且其实你是 你是有能力的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都会 用比较物质层面的来 来看一个人 比如说你有没有钱啊 你有没有地位啊 你有没有权利啊 那你会不会读书 比如说读书就是一个 让人会觉得说 好像你被分了 好像你就属于不会读书 或者是会读书 就好像比较好 或比较不好 那个批判是在的 你会对自己呢 你会迷失掉自己 在这个我们现代社会 人很容易迷失 迷失并不是 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 自己可以是什么 而是他被批评 被某一些呢 很知识化的框架 给限定住了 那灵修很重要的是 就要去突破这个框架 在这个突破这个框架的时候 当然呢 就会有很多呢 非常呢 你难以想象的部分 因为你没有 你以为你已经是 社会所定型的那一个人 比如说你 你比较没有钱 然后你又生病了 你就觉得自己啊 非常不如意 对 那我们对于一个人 如不如意 或是他好不好 或是说 哎 你有读比较多书 你好像就比较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 其实不是的 是每个人 对这个社会都有贡献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岗位 对 那在这样子一个 竞争激烈的社会里面 你如何回来看到你自己 这个很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 慧灵山或是整个灵修 在呢 台湾的这个呢 信仰里面 他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他越来越 越多 对 那每个人他都有这样 渴求啊 对 因为你出生在这个世界 或是这个地方 你就有一定的价值 那只是 我们主流价值把你认为 你不是主流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你受错了 所以慧灵山很重要 或是这些灵修之所以重要 就是你要去看到你 你被否定掉的那个部分 你被杜绝掉的 你你忘记了 因为在你从小到大成长的历程里面 你遭受到太多价值的阻碍了 这价值你要丢掉 你要回来看到你自己 所以灵修很重要是去找寻到你 所不知道的自己 那个你所不知道 你所遗忘的 他呢 只是头脑 或是呢 你受到某一些呢 价值的左右的影响而已 那这样子呢 你当你回来的时候 回来看到自己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会出来 你的定位会在的 嗯哼哼哼哼哼 可是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当中 哦 林珊感觉就是 老师你知道吗 就是一定要去渡王魂啊 去斩妖除魔啊 然后要去接五行宝 接主人 接林脉 好像我们认知中是这样子 那么你在研究 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 你也看了很多这些的仪式 都已经很清楚 那但是你刚所说的部分 其实是比较心灵层面 那个部分 那跟我们认知中 那个部分 是比较不一样 那你又怎么来解释 这个这个区块呢 呃这个区块呢 跟我刚刚讲的 比较心灵的部分 其实他那个连接点 是很隐为的 哦比如说你去接令 哦去掌令旗 这其实就是 让你知道你是被赋予的 你是被这个的 宇宙 这个更大力量 所赋予的一种职责 对不对 所以你才需要领令嘛 你才能够 好像呢 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就很像 呃我们毕业证书一样嘛 你有这个毕业证书 你要像在做一种呢 自我的训练 而且你合格了 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是如此啊 因为 一般的社会没有这个部分 那宗教提供你这个部分嘛 那让你呢 可以去自我了解 然后自我的确立 这个确立很重要 所以你领令 领件 领宝物 其实这都是一种呢 强化你的呢 一种呢 自我了解的过程哦 那只是 在一般人 他可能不太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语言 或是我们现在讲的方式 也是站在一种的 比较主流的方式在讲话 那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 进入到他们的场域 诶 当他们说 他们可以领到这个令旗了 好 这个令旗呢 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思 让他有一种权力呢 可以去呢 渡阴 渡灵 然后呢 去呢 山川 遭了这些亡魂 然后去解决了人呢 这种苦难的部分 对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价值就是确立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他的生命 是需要被确立的 那只是他透过这个宗教的 一种的方式呢 来确立他自己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点 那当然 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在讲 或是我们现在 在诉说这样的过程时候 我们是用另外一种 社会或是呢 所谓研究者的一个立场 在讲这样的一种呢 自我成长的部分 但是 从他们的角度 是另外一个的 是宗教的层次 所以变成我们要很了解 这个宗教里面 他所用的这些呢 符号啊 象征啊 语言 甚至灵语有时候 我们的部分都听不懂 那你怎么样去切入这个灵语 其实重点不是他讲了什么东西 而是他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 什么部分 他可能涉及到一种 语言的波动 波动你感受到了什么 这才是一个重点 零九实际上听下来 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灵修 新鲜人而言 要进入到这个层次当中 甚至你刚刚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今天去领一个 无星宝拉去接旨接令 他赋予的一种价值 其实当事者 对菜鸟而言 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主事者 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自己在 研究这个论文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是自己在 在跑零三那么多年 我发现呢 他主事者的文化的厚度 或者是他对宗教了解 或者是他对生命的认知 这个部分 主事者也影响了 所谓的灵修的新鲜人 那在你在研究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哦 当然了 就是很像你去买一个东西 你要遇到好的那个厂商 好的这些呢 产品 这个一定的 那当然有时候你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呢 不肖厂商 他当然一定会有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在 一般呢 透过很多讯息 你慢慢就会去了解 这个过程 其实因为 每个人需要的是不同的 然后呢这个讯息非常多 比如现在这网路世界啊 然后他所 他所扮演的这种流通的管道是越来越多 那很重要是你自己要去亲身参与 我觉得这是重点 你听了那么多人的说法 那你倒不得自己走一趟去看看 那看你适不适合 那当你不适合的时候 你要记得如何呢 就抽身离开了 或是这个 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这样子的一些呢 让你呢满意的部分 这个很重要 那很像我们去看医生啊 你不能说 每个医生一定 他只要是医生 他就可以看好你的病 不可能的 你要去找适合的 权威的 或是专家的 或是去请教 比较了解的人 那这个部分大家都需要去试 那很多人一定会说 那这样灵修不就变得要花很长的时间 没有错 他通常呢 只要你要花 只要你要走上这条路 你是要花不少的时间跟力气的 对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 当你呢真的找到的时候 你反而是节省了那个力气 而且到最后你是找到的是你 自己 其实 别人都只是呢 在帮助你呢 成长的过程 对 然后透过这个方式 你才能够真正回到你自己 你所收听的节目 是华人网路心灵电台 所播出的 雨色新养生 在新养生当中呢 雨色都会介绍 不同的身心灵好书 以及腰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美味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还没有说完的 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雨色电话是0975256579 老师你可以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你知道吗 今天呢 我终于呢 访问到这个 灵秀的前辈 那一定有很多人跟我 一定有跟我一样 就是想要多 挖一点点 你身上的东西 那你自己看了这么多的灵机的前辈 也研究这么多 那么你可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 稍微一个整理 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灵修老师 不要再让我们这些跑灵修的 这些听众朋友呢 就是走冤忘路了 那你可以来帮我们定一几个方向吗 哦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很重要 就是 第一个他真的能够呢 先了 了解你的状况 而不是是说 我的 我的一定是最好的 别人都是错的 这个部分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这个就是说 当你在接触一个的 老师 或是这些起零者的时候 他很重要的是 他要去了解你 而不是一直在推敲他的产品 有多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 不是他一直在说 我的公庙的神一定是最有力的 然后一定是最大最好的 然后所向无敌的 不是的 他是要去了解 哎 你到底是适合什么 好 像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 我接触一条惠里山的灵脉 当我接触的时候呢 很神奇 就是公庙的师兄师姐们呢 都跟我说 我多么适合这条灵脉啊 怎样怎样怎样 就跟我说了很多 但是这个主持者呢 就跟大家讲说 你们不要乱说 这个孩子呢 他不是属于我们的灵脉的 哎 我对这个时候 我非常惊讶就是 哎 好像我以前接触好多 都在说 我的是最好的 别人都不懂 只有我懂 那这样子 其实我刚接触的时候 我也很疑惑 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那 他都在讲他最好 那什么是适合我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很重要 就是 你要找到一个 他正在听你诉说的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他呢很多呢 公庙活动呢 一定是要透明化的 一定要是透明化的 不要 不要就是说 他有些私下的活动很多 那其实你不是很了解 然后他也要求你要参加 因为我们知道 宗教里面这些 骗财骗色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尤其要很小心 然后再来就是呢 有些问题呢 尤其是 你想要提问的时候 你需要有另外一个人 陪伴在你的身边 不可以私底下就对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 有人陪伴的话呢 其实呢 我觉得也可以呢 去了更了解就是说 因为你总是先踏入了这个公庙 你对他的背景不是很熟 但是他如果一个公开的场合 或者说 呃 是半隐蔽的 半公开性的 那可以有人陪伴 这样他呢 在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呃 你才不会像有一些 呃 如果你被催眠怎么办 或是你被说服了怎么办 那你旁边的人 至少可以提醒你 对 他是可以公开的 哦 那当然你自己 后来觉得你想要跟 这个老师呢 更更多的互动 那当然你可以跟他呢 更多的一些呢 接洽嘛 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你还是要注意到那个公开性 哦 那让自己的安全呢 是呢 获得一些保障的 对 这个是惠里山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接触灵修 或者是一些灵学老师的时候 很重要的部分 哦 那他的信仰呢 他的神明或许你没有听过 但是你知道 哎 你也可以从 从呢 别的信徒的口中去了解 不是呢 第一次 也第一次来的人 对不对 大家都可以呢 做一些呢 哦 互动跟讨论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平台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你只要呢 有受过一些呢 哦 不不好的一些呢 呃一些待遇 或是什么 其实问一下都知道了 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方法 所以呢 在这个灵修过程呢 在接触 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这些呢 基本面上 你才不会 因为 其实你只是要去了解 要去追求自己的生命 不要反而变成了 受到伤害了 这样其实很好 虽然我知道有些公庙会说 啊今天会受到这个伤害 是因为前世怎么样 但是就算是前世怎么样也 我们就是要化解那个前世嘛 重点是要化解 而不是再去制造问题了 对 这才是一个核心点 嗯 老师你自己在 在 刚谈的这几点嘛 就是第一点呢 他就是不能够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就是说 他必须要是公开透明的啊 就是他必须要就是 很多是东西 是你必须要所了解的啊 那当然 必须要找人家来 来陪伴你啊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当然是更需要保护自己 但是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 可能就会想了解说 哎那 可是很多 你知道很多的书啊 或是很多的那种媒体 或是很多的网路上啊 都会说啊 这个老师很厉害啦 或是他有什么的一个通灵能力啊 或者是他可以 遭风唤雨啊 他可以移山倒海 或者他可以等等之类的 哎老师你竟然都没有讲到说 哎我们怎么去印证一个老师的能力了 因为是不是老师的能力 其实不代表就是一个好的老师啊 呃 现在我觉得 媒体其实扮演很多是比较 但希望越神奇越好啦 那我是觉得说 这些的 应该说这些广告啊 或是这些在吹捧过一些老师 我们自己要很小心 那当然呢 我们要去确认这个老师是 一个是他自己 这些东西真的是如媒体这样讲的吗 还是媒体他制造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网路的一些 或是很多媒体 他会制造新闻 可是他对当事者呢 可能是有一些落差的报道的哦 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不是这样 可是哎 媒体为了要展现他的这种呢 呃 影响力或是说什么 哎他自己去写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那也不对 所以呢 还是要去多接触 多去了解 虽然很多讯息 然后也很多会讲说 哦 我会什么我会什么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有一些都 有一些团体或一些老师呢 其实他都如果他的价 价钱是公开的 是更好 其实有些是不收费的 有些哪些是公开要收费的 其实那个更一清二楚更好 而且呢 我也有接触过一些公庙 他们是有开收据的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说他不是说 随便你包个红包或什么 他有一定的价格 那如果他 你觉得他的服务很好 你想要捐献 他会开给你收据 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要拿收据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公开化就对了 所以他也可以公开化 当然你他 你不要那个收据 因为像有些人 他不是需要这个收据 他会随着那些 跟那个精子啊 或是什么啊 就把它划掉或烧掉嘛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一种你自己 一己的一个心意啦 但是重要的是说 他如果有公开化 那是很好的 好 透明公开化 然后哪些服务 是不需要钱的 因为 尤其在惠林山里面 他有很多旅游活动 因为他要去汇很多灵 很多资脉 对 他再要缴保险费啊 要这次呢 车资要多少啊 时速要多少啊 对 那越公开越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找寻一个公庙 或是呢 去找寻自己的灵脉 那一种可信度 很重要的一种呢 基本的认知 好 那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以提供给 大家做一些 猜考 嗯嗯 所以李老师其实你认同说 其实跑 跑林山啊 其实是要缴一点点的 所谓的速修费嘛 对不对 就是 这个是你的 这是你 你认同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做田调呢 其实在某个部分 也是要缴很多的学费 在这 这一些的这个 研究对象上面 所以其实跑林山 其实你也认为说 其实应该要给人家钱 对不对 因为这很多灵修人 他可以一直觉得说 到底要给多少钱 或者说啊 那些收钱一定是不对的啊 所以其实在你进行当中 其实 你刚刚讲的嘛 人家也是要 要 要维持 那个道场的经营啊 然后需要就是 请游览车 带我们去 交游啊 会林山 其实你认为说 其实给钱应该是 假设它公开透明的 其实你是可以接受的 哦 当然这样是比较好的啦 因为 总是他也要付出嘛 对不对 那就像我们去看医生 那今天你面对的是一种 灵性的 生命上追寻的医生 他给你做一些指导 你总要给他一些指导的费用 对 那除非那个公庙真的很有钱 很多捐献 那他可以完全的异物的 这样也很好 有这样的公庙 当然是非常棒哦 那就是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的路线 因为有时候你需要会的 你不一定他的公庙 他并没有这么庞大的资金 来帮忙他的道场 那他需要收一些费用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费用 是合理的 而且是 他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今天你花的钱 会花的那些西木 就很像我们 我们以前去毕业旅行 我们都会交一笔费用 然后西木是很清楚的嘛 那我觉得这样就很OK啦 对 那总部来说 宗教一定是免费的 这样 那个宗教的精英者 他自己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听了一整集的节目 我相信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 相信你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那我还是要想要导致一些观念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就是说 今天李老师他的经验是这么的厚实 不管是在食物上的经验 或是学术上的经验 都非常厚实 那记得 当你在听这一集的时候呢 不妨把你的一些观念 先把它移到旁边去 先听看看别人怎么说 当然也不用完全的否定 也不用完全说 我的东西是不是错的啦 不需要 你就是 只是要把你的经验 先挪到旁边去 然后把脑袋 稍微的清空一下 挪一点点的空间 来装下新的东西 我觉得呢 融合之后呢 对你的领袖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因为今天 时间上的关系呢 我就跟李老师呢 在空中聊到 到这边 希望呢 在下一集当中呢 能够继续的邀访到李老师 好书以及邀访 作者 翻译 或者是编辑 来节目当中 为每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 书中 还没有说完的更多的事情 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在节目中 来介绍 或者是呢 你自己本身呢 从事出版业的工作 有一些好书 希望雨色来做推广 都欢迎跟雨色来联络 好的节目需要美味的听众朋友来支持 好书更需要大家来推广 女色电话是0975256579